- 你真的不覺得我的頭髮很矮嗎? - 我開始了嗎? -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的頭髮很矮 - 是啊 - 剪了頭髮 我好像覺得很短 - 因為你可以先弄著頭髮 - 好啊 他說要等一分鐘 - 可以... - 現在進來的粉絲 - 喔? - 現在進來了 - 你正在進來了 - 你剛才在做什麼? -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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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很久沒有開Live - 接著最近一次開Live竟然是這樣 - 就是弄著頭髮開 - 沒錯 - 黑姜濤分享一下弄頭髮的心筆 - 沒有頭髮...沒有心筆 - 我們再等一會兒 - 對 - 好 - 那我弄著頭髮 - 先等一會兒 - 先等一會兒 - 嘩...夠了 - 我幫你上鏡頭去吃 - 欸... - 丟下了我 - 好 - 你準備好就回來了 - 隨便吧,就問吧 - 來吧 - 好 - 為什麼你們今天會在這裡呢? - 大家好 - 今天我們在這裡呢 - 就是開Live的 - 沒錯 - 這個Live就是 - 回答大家的問題 - 沒錯 - 大家聽到我們說話了嗎? - 其實我完全看不到 - 我們... - 一人一條 - 因為我們手上其實都有一些 - 收集了大家問的問題 - 你先來吧,好嗎? - 好 - 第一條 - 姜濤現在這一刻 - 想吃什麼? - 我已經一天沒有吃東西了 - 我想吃... - 我想吃... - 都是漢堡包的 - 我想說一個牌子,可以嗎? - 沒有的 - 沒有嗎? - 總之某一間牌子有漢堡包 - 跟著... - 打火鍋 - 最好是... - 最好是麻辣湯底 - 任何雪糕、薯片都很想吃 - 嗯,好 - 跟著... - 到你了 - 我這一題就是問... - 陳卓妍為何會以切爾諾貝爾事故來作一首歌? - 其實我寫的時候就不是用這個來作主題的 - 我寫的時候有... - 第一個最初稿就是國語的 - 那個是一首比較慘情的歌 - 第二首... - 不是... - 第二個版本已經是填廣東話的詞 - 那個時候我填的詞是比較... - 甜蜜一點的 - 就沒有那麼... - 現在那麼誇張、那麼沉重的 - 那為何會有切爾諾貝爾這個... - 就是因為填詞人想到的一個題目 - 一個想法來的 - 就不是我寫的 - 嗯... - 我們大聲一點點吧 - 又聽不到 - 哦 - 到你了 - 大聲多一點點 - 好 - 啊... - 粉絲名可以跟我們... - 哦 - 要說完粉絲名 - 是否開心一點呢? - 哦... - 這裡寫著FromAngela - 那... - 姜濤新歌國語詞用了多少填? - 什麼叫用了多少填? - 主題是不是用食物? - 用了多少時間 - 用了多少時間填? - 是不是我猜? - 其實都沒有說用多久的 - 我想... - 都是一直以來其實... - 想嘗試一件事 - 只不過今次填詞是... - 有這麼巧有這樣的機會去給我填 - 所以我想是... - 真的沒有說想了多久 - 是可能... - 一日之內其實我也想得七七八八這樣 - 這樣... - 跟身邊的家人溝通一下 - 我覺得這樣寫得不行啊? - 其實... - 前前後沒有啊? - 用了很久的時間 - 主題當然不是食物啦 - 其實主題國語版的歌詞 - 其實最主要都是講說... - 如果我未來有另一半的話呢 - 我會希望跟他講的一些說話 - 用了一些很白話的方式 - 在國語版的歌詞裡呈典給大家 - 真的 - 好 - 那跟著我這一題 - 就是問... - 我心目中的理想退休生活是怎樣的? - 我想... - 心目中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不用擔心... - 不用擔心日常生活先啦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經濟條件是可以許可我 - 可以到處去一下旅行啊 - 做一下自己喜歡做的事啊 - 有空就可能... - 沒事做就... - 去咖啡店坐一下都可以啊 - 總之是比較寫意一點的 - 沒有什麼壓力的 - 然後... - 可能想去旅行就可以馬上去旅行啊 - 嗯... - 我都想啊 - 我都想去日本 - 你想不想回答一下你的退休生活 - 退休生活... - 因為... - 你一向都想很多退休的 - 吃... - 吃... - 吃... - 學... - 玩樂... - 簡而正... - 簡而正... - 嗯... - 好啦... - Niki 問姜濤說... - 阿達人提斯是一首表白的情歌啦 - 嗯... - 有聽... - 跟著呢... - 如果是你的話 - 你會用什麼方法向情人表白? - 嗯... - 沒有啊... - 我真的可能... - 我會... - 其實我之後都打算作曲的 - 其實... - 我希望可以像Ian那樣 - 可以作到一首歌 - 給未來的... - 另一本 - 是... - 嗯... - 希望有這個技能 - 可以學得懂 - 好 - 然後... - 這個就是問... - 說... - 如果我可以跟一位女歌手合唱 - 會選哪一位? - 她就說不問男了 - 因為一定是方大方 - 哈哈... - 如果女的話 - 合唱... - 站... - 嗯... - 嗯... - 因為前陣子本身是會做... - 許靜韻的演唱會嘉賓的... - 那所以... - 是啦... - 當然是回答她啦... - 還有... - 她有提議過說... - 真是可能... - 我寫一首歌 - 她填詞... - 因為她的新歌是她自己有填詞的... - 然後是... - 我們兩個合出一起合唱歌 - 嗯... - 是... - 好... - 做什麼? - 這個很好笑... - 我叫Lady Gaga... - 她說... - 如果你想... - 如果你可以變成Ian一天... - 你會做些什麼呢? - 這個挺有趣的... - 我會玩啊這個... - 我變成Ian會做些什麼呢? - 嗯... - 首先當然... - 首先真的會試一下... - 立刻去拿一部琴去嘗試一下自彈自唱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- 還有立刻快點寫很多歌給姜濤 - 寫給... - 寫給姜濤... - 寫給姜濤... - 即是... - 寫著很多歌... - 很多歌... - 接著... - 全部說... - 全部都是專屬給我... - 但如果我... - 那些是慢歌呢? - 沒所謂啊... - 即是... - 好像你那首另一個諾貝爾... - 很希望你可以... - 對... - 以後可以寫到一首歌... - 嘗試一下寫另一個貝多芬啊... - 另一個... - 北加索啊... - OK... - 寫一尺給你... - 嗯... - 咦? - 又到我了喔... - 呃... - 回答... - 我們回答... - 你回答最後一條... - 我回答最後一條... - 嗯... - 那... - 還是你想你幫我選擇? - 我幫你選擇... - 不如我幫他選最後一條... - 你幫我選最後一條... - 我幫你選最後一條... - 我們今天就... - 完結我們的Live... - 我啊... - 我選了一條... - 我覺得最... - 有些人的問題很得知... - 剪頭... - 他問什麼時候剪頭髮... - 應該是問... - 我覺得一定不會問你... - 應該是問我... - 我剪了啦... - 所以我今天對自己的頭... - 我也剪了一點點... - 我對自己的頭很沒信心... - 我也剪了一點點... - 哎...這個先保持住... - 好...你選好了嗎? - 我還沒... - 你先... - 我其實還沒... - 但我... - 大家就是在看我們選問題... - 沒錯... - 他們很緊張... - 很想知道會不會彈中自己... - 真的... - 觀眾說什麼... - 其實... - 可以看看他們的問題... - 啊... - 啊... - 竟然有人是問我... - 你的粉絲問我你的問題... - 問我你的... - 喔... - 透過我去問你... - 是... - OK... - 好... - 哈哈... - 好...我選到了... - 真的... - 選到了... - 好... - 想問一下Ian... - 可不可以弄五個表情... - 喂... - 問題啊... - 你... - 你也有這些的... - 你不要理啊... - 你... - 你... - 你做我一下... - 五個... - OK... - 但我off camera... - 喔... - 第一個... - 三... - 二... - 第二個... - 三... - 二... - 第三個... - 三... - 啊...想不到... - 哈哈... - 想不到... - 好...這個也上了... - 好... - 第四個... - 三...二...一... - 第五個... - 三...二...一... - 跌著... - 還說自己不喜歡跌嘴... - 嘩...問題... - 你...我看到有的... - 唉唷... - 唉唷... - 十... - 九... - 八... - 十... - 六... - 五... - 但這個問題... - 四... - 喂...你不要倒數... - 三... - 二...一... - 啊... - 今天... - 唉...這個... - 就是... - 姜濤可不可以教我們自拍十式... - 當然可以啦...請姜濤... - 來... - 喂...他這個問題...我可以說不可以... - 嗯... - 人家是感嘆號來的... - 不是問號來的... - 自拍十... - 一人一體福給你看... - 冤冤相報...何事了呢... - 自拍十聲...好... - 啊...可不可以拿著那幾個... - 好... - 好啊... - 整個假拿著... - 我...就算自拍...我都爛了你... - 第一色... - 哈哈... - 不是...第一色... - 第二色...第三色... - 喂... - 哈哈... - 認真一點... - 好...啊...自拍...我其實都是... - 嗯... - 轉過來啊...一... - 這樣咯... - 一... - 遮住一半... - 接著... - 你坐這邊... - 自拍十聲不是...一二三四... - 遮住這樣... - 接著... - 接著... - 第三色... - 你幹嘛只拍著我呢... - 哈哈... - 不要逼迫我啦...五色算啦... - 你剛才那也是五色... - 好啦... - 接著...第五色就是... - 打橫... - 哈哈... - 第六色... - 這個是不收貨... - 不收貨啦... - 好啦... - 那接著... - 差不多要... - 還沒的... -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有這個Live呢... - 因為呢... - 你們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分享啦... - 就是你們有你們的新歌... -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新歌... - 我們低醜... - 低醜好嗎... - 低醜介紹... - 好,你先... - 你先... - 我就低醜介紹... - 你先... - 好啦... - 我們的第二首歌呢... - 就是講... - 講我... - 不是... - 我的第二首歌是... - 我的第二首歌叫做阿達蘭提斯... - 是講一個關於愛情的一首歌來的... - 那... - 裡面又用了很多夢幻... - 跟著... - 是啦... - 很夢幻的、很美好的詞去形容這首歌的... - 那這首歌其實都是希望帶給大家有一種... - 好像阿達蘭提斯那樣... - 亦真亦假... -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存在愛情... - 所以這首歌... -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... - 都相信其實都有美好的愛情的... - 是... - 那... - 那... - 我的歌就是叫做... - 另一個諾貝爾啦... - 那... - 那... - 為什麼會這樣... - 有一個這樣的主題呢? - 就是會... - 一說起這個諾貝爾... - 大家就會想起是... - 諾貝爾獎啦... - 就不會想起有個地方叫切爾諾貝爾... - 是曾經發生過事故的... - 那也都是代表著... - 有時候你聽到某些東西啦... - 就只會想起... - 一些好的方面... - 未必會想到壞那方面的... - 那還有我自己更加深的個人理解... - 就是... - 有一些東西啦... - 無論是那個地方啦... - 有些人同事啦... - 有一段感情... - 都是... - 你真的可能摧毀了... - 或者消失了... - 你才會懂得珍惜... - 懂得想起以前它有多美好的... - 沒錯... - 這樣... -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... - 嗯... - 但是這個信息... - 先看一看... - 哦... - 哦... - 沒錯... -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... - 就是... - 什麼時候... - 1月6號... - 9月... - 噗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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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說了。 - 什麼時候? - 9月6號... - 去哪裏? - 噗... - 去Move... - 去Move... - 是. - 去Move的聽我們新歌... - 因為9月6號我們的新歌... - 就將會... - 可以放上去給大家聽... - 手拍...手拍...手拍... - 就是你們的訪問了... - 你們剛剛玩的東西... - 大家也會有點... - 噢... - 是呀! - 其實我們剛剛... - 我們錄了一個... - 你真的很累... 我們錄了一個訪問的 當中是有一點點 很多我們 可能平時大家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一些個人的 起底啊 剛剛那個遊戲叫什麼 起底大搜查 那就玩了一些遊戲 還有還有 是不是 起底大搜查 莫名的執著 大家要 期待留意一下 我們玩了什麼遊戲 還有一個遊戲 跟附有成功感的遊戲 啊 漢圖色子 我們玩了什麼 猜猜畫畫 猜猜畫畫叫 猜猜畫畫叫 對了還有另一個遊戲 叫做猜猜畫畫 教徒怎麼看自己玩過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之 精彩啊 還有我覺得畫功也挺好的 好 好了 wind up 來了 你笑什麼 你的wind up就是笑 好啦 我們有請Ian 最後挖拍 再見